《世界大陸的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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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大叔 這樣比較自然 這樣比較自然 大人有花家出了 好啦不要啦 妳兩個真的像 有一點像 地球人都像 老闆娘今天怎麼 跟台一在一起啊? 今天就是出來日夜堂換話 然後跟阿姨脫搏 哈哈哈哈 剛剛說有言 剛好有言 還有脫搏到一杯咖啡 對啊 不只一杯喔 四三杯 四三一杯 對 我們四個的 還可以吸一杯 還可以吸一杯 然後現在去茶 還可以吸一杯喔 還可以吸一杯 聽說阿姨你是這邊人 我是嘉義駕到籃頭這邊 你駕他人喔 我看你 這麼有緣分耶 是喔 對啊 六角箱那邊 我駕駛 啊那隔壁而已 隔壁對啊 很近欸 對 然後你 你常常來跟親家嗎 我幾乎一個月會來 至少四次以上吧 喔 你等於是每個禮拜來 對啊對啊 有時候老公如果休假的話 我們就來了 就兩個人就 車子開 晚上住靜靜的 就馬上 隨時可以來 阿姨不喜歡睡外 睡覺 對啊 是我老公不喜歡睡家裡 喔 他說我在家裡都是滑手機而已 所以就 出來走走 對對對 所以出來就不滑手機就對了 而且是蠻好治療 我也會滑 但是我老公喜歡 知道我喜歡拍照 阿所以他就把我放著 然後我就 到處拍照 這樣很好欸 難怪你剛剛跟我說 欸要怎麼拍會比較好 阿哪邊的 欸怎麼講 這邊是一個攝影 人家很喜歡來的地方 嗯 欸這是全世界有名的景點 欸曾經在那個外國的電視台 有的就是在那個 巷山那個一跟二步道那裡 那邊有拍攝到 喔 你們可以這樣繞一圈啦 所以你說你每次來的時候 這邊的景幾乎都不一樣 幾乎都不一樣 對啊 每次來啊每次都不一樣 嗯 感覺都不一樣 那你來這邊 這邊有幾個車破點 車破點有 我在文武廟以前也有 然後潮霧 向山 葉崖灣那邊 阿那個 鹹壯市 鹹光市那邊 還是都構成這樣 我幾乎都在這邊 這邊比較好對不對 欸這邊感覺最好 他這邊的 人家說這邊是拍錄師 其實這邊是看霧 他會照照霧就是看霧 而且他霧其實我們剛剛就短短 大概一個小時的變化 真的也不一樣 欸不一樣 因為我 我幾乎常常來 阿幾乎都不一樣 阿一天的變化 你像現在 對啊又不一樣 跟你早上看又不一樣 對不對 阿你這個禮拜跟上個禮拜 又不一樣 對 這邊如果架個休止攝影 下去會比較好 對應該是 上禮拜有個小姐 就在這邊 架那個休止攝影 喔 那應該也拍了一兩個小時 他那個變化性就很大 其實我覺得早晨 大概五點半起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很漂亮 現在看人出來 嗯 又不一樣啊 對啊 感受又不一樣 而且你看他那個山欄 馬上就很明顯 他真的景漂亮 但是我看過最漂亮的是 他很像一壺國畫 國畫欸 對 尤其是這邊 那邊有 那個形狀式嘛 阿這樣看過去 阿霧剛好有那個 那個純潭也在那邊 這樣拍過去就很漂亮 整個山景就是很漂亮 真的 你看你看他變化 而且他如果風在大的時候 那個影在變化更漂亮 阿姨說啊 颱風天前來這裡更漂亮 颱風天前 對啊 剛剛跟他聊天的時候 而且是閒光室那個碼頭 他變化很大 然後船在那邊 然後那個紅印啊 它影在變化更漂亮 假如我好像下次有的時候 趕快衝來 颱風天的時候趕快來 那你颱風天來的時候 你晚上的時候要住這邊 對啊 不然你車部 不然你搭檔好 颱風天去車部 已經有颱風天 對 那個 你閒光室那邊有車部點啊 阿他旁邊也有洗手間 也很方便 真的喔 好喔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早期真的很少來台中 因為以前都錄影 我以前 我們以前都是錄影 小時候就是小朋友的 小時候都常錄影 現在大了嘛 各自有各自的天地的 這樣年紀大了就是跟朋友啊 這樣子 出來走走 有時候沒錄影的時候 就是一天來回這樣 對啊 我們就台中也有朋友啊 大禮啊 然後哪裡都有啊 就是一個情組嘛 然後他們就說 誒今天日夜坦一日遊啊 那我們就會 各個點就走走走 帶他們看嘛 像上一次桃園一個朋友來 回來 回來故鄉 他也是南投人 回來故鄉 就站那邊也是車部 他說他沒車部 看我每次破的帳店都 他很羨慕 他說他也要來車部 我說好啊 我們就帶他來啊 所以今天是 今天是帶朋友來 今天是他們第一次來 阿他也住南投 對 第一次車部 他們第一次車部 阿他是 因為他都錄影比較多 阿 就是看他 也是看我那個臉 是說 我們想去想一下 這次是他爺的 對啊 也是想要車禍就對了 而且是他來了 他不得不來 對啊 因為他先來 因為我老公還沒下班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車禍方式 好啊 走吧 對啊 介紹阿姨介紹他的車禍方式 其實跟 跟小魚一樣 跟小魚一樣吧 跟小魚一樣吧 對對對 阿姨他們就是這樣 這些東西搬到駕駛座那邊嘛 阿那個椅子打平 就是船鋪了 阿鋪一鋪就可以睡覺了 然後 早上起來 在後面煮咖啡 後面 對啊 阿那 這個桌子什麼 OK 落地我們就落地 阿不行的話 對對對 就不要落地 盡量是不落地 對啊 因為車路的 的 好處就是 不落地嘛 乾淨嘛 對啊 沒錯 阿但是還是要 呼籲一下啦 對啊 要有公德心啦 對對對 公德心是 這點很重要的事情 對 OK 好 謝謝 嗯 這個 這台車 這台是幾年的車 2006年 2006年的車 這是2008的嗎 2005才有 喔 它是2005才有 2005才有 早期的才有引擎 對 阿單渦輪 阿有了嗎 你開業的時候 呃 還可以啦 一年 你說你入手幾年了 嗯 嗯 差不多六七年吧 六七年 唉 差不多開始進入車床 這樣子六七年 你這台已經入手六七年了 喔 這台車我入手只有兩年 只有兩 欸 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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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車 它的高度還蠻高的 它是應該是二米 行 上面是兩米 二八啦 那我自己 大概兩米三 兩米三夠了啦 站起來其實就夠了啦 這台車你買來的時候 好像 聽說入手價 才六十 差不多 六十幾 我上次 其實我上次在網路上 有看到一台一樣的 喔那個是空車 那個還是在八人座的空車 裡面沒有露營車費 你要零件要能夠找得到啦 因為這種車比較稀少 台灣沒有庫存零件 當老車啊 老車在顧啊 反正現在就跟維納賓哥一樣嘛 你看維納賓哥那種露營車 也是沒有 也沒有零件 可是它 對它有部分零件是跟T4的 T4的共用 對 有部分零件是共用的 但這個是浮屍的啦 你看 浮屍啦 也有人說它是中梯啦 中梯 因為它不是那種七米的 它是短軸的 短軸的啦 它是停頂短軸啦 這台比較 就是比較矮一點的 它比較矮一點 對它比較矮 它比較矮啦 然後比較短 為什麼說這種車很方便 你看 你看 我們今天講一個 如果你今天開的是大梯 它已經超過了 對啊 前面一天 這裡沒辦法停 其實最適合台灣的改裝的尺寸 我是覺得這種尺寸是最剛剛的 它就5米8 5米8、5米9 差不多 對,最剛剛好 就...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車主 到底有改了哪些東西 你那時候不是...我剛剛看你後面好像有一個熱水器對不對 對 對,有一個熱水器 總共有一個熱水器是大家最想要的 也不是說大家最想要的資料 就是洗澡問題 這個啦 那你... 這淘寶上面買的 對 對不對 淘寶上面就可以買 你買這樣一個的話什麼 連海運運費差不多... 你用走海運的 走海運的 走海運比較便宜 差不多可能大概大概四千塊左右吧 哇,那很便宜耶 一個熱水器四千塊 超便宜的 可是我怕這樣弄的話 以後代購的人會沒有... 就沒有Z輪可以 沒有啊 那代購本來就是你要給人家賺啊 這還好啊 對啊,反正就是這樣子啊 而且你看你這個... 這水管是你自己用的 對,就快借在下面 水箱...水箱在兩車子裡 你的水箱有幾公升? 規格書寫... 左右兩側,每側大概是五十五啦 總共差不多一百一十塊 一百一啊,那夠了啦 因為我看你人家好像三個人 平常都三個人出來而已 像這個東西都是你自己做而已 真的嗎? 對,就是以前就是... 邊想邊做啦 那也沒有說一個很完整的規劃 就想到哪裡做到哪裡啊 你是我看過素人買妝裡面算是很厲害的一個 連這個整個熱水系都直上 好啦,就... 直上是數位恆溫的 不是一般我們機械式的 數位恆溫的好處是說 因為我們在外面就是水源比較缺乏 那你如果還去調冷熱水 往往調的過程中水已經流失了 那你如果... 它是號稱你大概八秒內就可以達到你要的水溫設定 那你平常我們洗澡大概到40-42度看個人體感 那你一設定好,你水已經只要... 就不用調冷熱水 你水一開它就直接出來,就是你要的水溫 就跟我們家裡那個熱水系是一樣的 對啊,那變成你這個達到省水的目的 那你再加上一個省水的一個蓮噴口 應該用我們一般的那個瓦斯桶吧 對,用一般 瓦斯桶在這邊 就直接把它塞進去了 兩公斤的瓦斯桶 這是四公斤的喔 就是家用泡茶的那種四公斤 這個比較... 為了要方便 方便就是說你更換來 不用自己灌 就是一般瓦斯桶就可以行前幫你換 對啊,你走到哪裡 而且你可以用很久的瓦斯 對,對 你又開瓦斯欸 開瓦斯喔 那要開瓦斯了 前面也是用瓦斯的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泡茶爐 是啊 你看它這樣子 所以時候你後來又把這個挖 這個挖掉 你又挖一個洞就對了 它本來原先早期的設計師擺一台移動濕冷器 然後把... 因為移動濕冷器使用... 就是使用率不高 有沒有用就直接把它拿走 把它剛好換成熱水器塞進去 對,剛剛好 對啊 對,就是... 就是臨時改... 就是看什麼改裝到哪裡 未來要改智能就對了 智能喔 可能再過一陣子吧 可能再過一陣子 整個要全部打掉重做的時候才有空間 所以你買來的時候你是改了這個 還有改水箱 那你裡面還有改什麼 就一個小的洗手台 洗手台 對啊 這個... 聽說啦 這個... 這位... 連妳已經對... 喔,姓陳 跟我們那個... 那個... 百萬點閱的那個什麼? 那個... 手套的陳老闆 手套的陳老闆 那一台車新車也是你的創 對... 早先我們... 就是... 他說他想車速嘛 我就幫他先規劃一個初步上的... 大概的... 所有的構想 然後... 就是他的想法 然後一直在討論後才開始試做 然後就 那老闆本人啊 還有我還有另外一個車友 幫他把他完成 對啊 那個車到底去哪裡改的 你看我沒有遇到原創 在這裡 就是這麼剛好 不是專業改裝喔 不是專業改裝 其實都是自己DIY出來的 我已經開了 你這個也是接瓦斯的 對 你是把他整個連結過來 對啊 就是用個電視開架 所以你這台應該是不是五人做的 對行照上面是五人做自小客 對啊 這個已經都變更過了 所以他是所符合規範的 你看他後面就是一個大床 超級大的床 然後後面有一個小櫃子 就這樣很適合 那個改的 還有我改的燈光 LED 這是小孩子在這邊念書的時候 還有一個大桌子 大桌子沒有拿出來使用 燈關掉好了 那你還有洗手台 那個也是你自己弄的 對 這一個洗手台你自己改的 就其實 欸對啦 因為你只要買 你不用花很多錢 你就是買兩個那種 組合櫃 組合櫃 然後中間挖個洞 主要是買那個白鐵的小水槽 對 然後再加碼打在車底下 那是遙控啟動的 那個遙控 按一下那個 就是水而已 遙控 然後再灌 有沒有看到 欸 那水這樣按下去 就有了 另外那一個是那個 逆滲透的 那個主要是飲用水 那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是飲用水 也是遙控的 兩下它就這樣 那是定量的 按一下就關了 好厲害 它這個好厲害 它是一個水 水源有分兩個 一個是下面水箱 背在車底下的 那是自來水 然後那個逆滲透 是另外一個水箱 在車底下 引用水 兩個不同的地方 那它冰箱就放在這邊了 對 就剛好塞在這邊 剛好塞在這邊 對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也不用去 再去大改 現在就是因為 這個床早先 那六七年前的那種設計 是比較沒辦法做抽屜之類的 那變成東西都在下面 你要拿東西不方便 那可能之後要把它 把它拆掉做成就是 可以 靠邊 然後這床是可收摺的 之類的 所以你未來會再做 這一個床的變化就好 對可能整個車 這邊全拆了 洗手台要改位置 你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 哈哈哈哈 每個人是把家裡面的 就算開 一邊是遮陽 一邊是遮陽 一邊是燒 再用一次表演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我在 露營車上 我完全沒有看到的東西 每個人都在想說 這個東西 我要怎麼樣做一個紗窗 然後去給人家做一個 那個 磁鐵這樣子弄弄弄弄弄 花了多少錢 不好意思 一萬多塊 花了一萬多塊去做一個 紗窗 這是客製的 你看喔 它是旁邊還在這個 封邊是自己封 封邊就要花點精神 喔你封邊 封得好漂亮喔 你看 要完全要 你這車子是弧形的 所以你要 看到喔 來喔 我們的紗窗是這樣子 遮陽 然後去 然後打開 可是可能要說一個 大家比較失望的 目前T4可能比較不好 裝這個東西 我曾經幫車友研究過 因為它的滑軌 它是在裡面的 所以我會卡到 就是不容易裝 那可能要再花更多的心 所以T4 我現在那個大叔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idea 你看能不能想辦法幫這些T4 還有海力士的車群 開發出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請 有興趣的人 來這個影集裡面去做留言 欸可以喔 對不對 反正廠商開發嘛 對不對 那倒可以啦 廠商是可以 因為就是一個很好的創意啊 你看 對啊 你看 你再幫忙大家開一次 這是很好的創意 再開一次 那這邊是 防紋 對啊 對啊 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不用上萬塊 這個可能 一般來講 看尺寸大小 還是我這個算是比較大的 其實主要是這個 如果說T4或海力士要用 主要是這個門框 門框的固定要去 可能要找出廠商 願意把它做一個標準的一個框型 嗯 然後這個其實這個是還好 對 這個還好 對 就是這個邊邊 封邊是最大的工程 這個出來拍都會看到很多創意 真的 而且它的燈條 它是 就是Viamma的車邊上 這是沒什麼特別 特別的是它的燈條都是遙控的 呵呵 對啊 是 可調的啦 就是看光線強弱 那那個燈為什麼有遙控的 是買現場的這個人 還是你自己挑的 自己 那個淘寶網 什麼都 這個也是你自己弄的 對 買遙控器 這買遙控 然後把接收器裝在電源那邊就好 就可以控制開關變色 白光跟黃光 這白光黃光 然後亮度 就可以透過這個遙控器 對 甚至還可以裝到聲控 還可以裝聲控 對 這種它的那個接收器也有 連結 所謂的 特意在所謂的小杜跟 小杜的那種音箱 但是有網路說你可以用聲控開關 可以用聲控 但是我 可是我現在把它拆了 小杜音箱 它可以控制你的燈光 這不是那個小米 這是小杜 那還有什麼小愛同學之類的小音箱 那它其實它的功能可以做到控制水龍頭 控制 聲控開水龍頭開燈光之類的 那等你都弄好了我們再來看 等我有空把想到在做 小愛同學進駐那個 小愛同學準備進駐路營車 可以喔可以喔可以喔 我曾經實驗過是可以做到啦 有做成功過 只是說 因為有時候在網路不好的地方 它必須要靠網路辨識你的原因 它就變成有時候不是很靈敏 那個可能等以後更 更先更就是說更 就是說更穩定的時候再來用 你說你是銀行業者 欸不是啦 我是學商啊 學我是念商的 你在銀行上班的 沒有我是在做 做雷射 雷射加工 雷射雕刻一些作品 我是做燒的 在做雷射雕 喔啊 啊 刮花的 這是自己刻上去的 這雷雕的 這雷雕我知道 我之前有些東西 要讓人家做雷雕的 對啊 不錯不錯不錯 這對於是屬於客製化 他們不 這是客製化的東西啊 那個是我 就自己小朋友在錄影的 去錄影的照片 客製化的 那個陳先生 他是住桃園耶 桃園啊 你們怎麼認識這麼遠 在剛好也是車友 忽然間 算有緣啦 就 車子停在一起 然後剛好在訊號不好的地方 他跟我借個電話 然後就認識了 就認識了 然後就促成了那一台車 對對對 慢慢熟了之後 然後就開始 他當時比較簡易 就是後來慢慢說 他還想做一個 有浴室什麼都有 大家要討論了半年吧 半年 然後才開始左手施工 他那台車原則上 是分三個部分做 一個就是做 請那個做流理台的 直接整套弄上去 就家用流理台 對 後面那一桌 然後中間那個預測是我跟他 還有一個車友幫他訂 然後前面木工就得勝那一個車友幫他做的 那個前面那個臥室部分 對 他的水箱 他的水箱是那個陳大哥 後來自己又升級成那個300公升白鐵的水箱 早前沒有做那麼大 那個什麼那個加壓那個 那個他的加壓馬達跟熱水器 還有他的那些水箱是我幫他配上去的 你幫他做上去 對啊 他的熱水器也是數位很穩的 原來原來 原來 原來 原來中間熱水器提供很多人 免費洗澡 對 我們都一樣 我跟他 我們出來的時候 常常讓車友在後面方便洗澡 這樣 他的洗澡有兩個 一個是車上那一座 一個是在車子旁邊 對 對 拉個那個領域帳 他們夫妻感情超好 超好 跟你們一樣啊 夫妻感情都很好 那個陳大哥是疼老婆的 哇他很疼 很疼老婆 他老婆齁 他不用煮飯 不用幹嘛 然後我們那天去那邊的時候 去那邊洗溫泉的時候 你知道他老婆不用有下去 是陳大哥去提了溫泉水上去給他洗 對啊 他也很好客 他也很好客 他人也很好 兩夫妻人都很好 我們找個時間去那邊泡茶好不好 你說那個陳大哥那邊 可以啊 謝謝